早晨在路边吃个早餐 这个肉饼比较合我俩的胃口 这叫啥 香河肉饼 香河肉饼 这又到了一个 短轴底盘 2021款的 新款 现在是8点40 工人刚上班 这是谁的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我这工具我拿准备饭来做 我又把它没保护 工具啊 啊行 工人师傅要开始干了 今天要对我的车地面 贴一个保温 给一个保温层 贴这个木板子是要找平一下是吧 找平一下 这个原车地板 铁地板上面有这样一棱一棱的 这样是为了 加强地板的强度 做保温之前呢 先要把没有这种轮子的地方 贴上这个小板子 找平一下 它不定 电瓶一点 不定它就空了 对对对 看似一个简单的东西 做起来也 处理好也不容易 工序比较多呀 刚才师傅又把保险带这块的 塑料壳又拆走了 两边都拆走了 拆走拿去做一个皮子的包袱 一般都是米白色的吧 包袱以后再装上就看起来 能上一点档次啊 能漂亮一点 在这儿根据我车的宽度 先裁一下料 这个是保管车 它这个表面是一层铝 然后下边一层胶 可以起一个保温隔音的作用 我这搞的这么神秘干什么 搞的这么神秘啊 嗯 这有什么神秘的 我这弄了一样 拍一张照片 我这马上带着神秘出来的 那些布莱特家睡觉 你看挺好的还是吃的 哈哈哈 不是有发泡期间在里面买 那个味道有点重 这个它这个一体味道 你说闻不见味道 哎 我我我我 你昨天打的时候有味道吧 我以为我我闻的时间长了 我的鼻子 没有没有 不是那么灵敏了 那我放在鼻子上面闻完了 没味道 没味道 但是这个有味道的 嗯 这个这个肯定是刚打开 里面有胶吗 哎 有胶 这这是先铺一个这个嘛 先铺一个这个 然后又好像下部应该是 挖洞啊 看在哪里开窗户挖洞 放好了以后再铺线 啊 挖洞和基本上和布线是同同时进行的 然后把顶子 顶子装好 顶装好是他要撑出来 他这个车可能比我能早下线有过两三天吧 他总会等你一起回家了 嗯他他没有装发电机 我还得装发电机 装发电机可能还得两天 今天我的车呢也就只做了一个地板保温啊 已经到下午了 我看今天也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吧 刚才问了一下说是 我的这个车的这个设计图纸还没有出来 因为呃我对车辆的一些布局做了一些微调啊 什么抽屉啊柜子的尺寸啊做了一些优化 这个图纸要重新化 我们B型房车难设计一点啊 因为呃我们在房车上开洞的时候呢 要避开很多的这样的加强间啊 像这地方就不能挖洞对吧 这是一个树的加强间 这地方呢也不能挖洞 开窗户呢只能在这儿 所以说B型房车难设计一点 呃我的这个设计图呢还没有完全的 把这个尺寸还没有完全的排出来啊 排出来以后呢就会给这个车辆开始啊 做顶盆然后打窗户啊 今天呢也就这样了啊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